老周 帮我帮我 季晴 季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是在锻炼身体 季小姐 你跟你青梅竹马 就这么丑呼啊 晓晴 没听见 再喊一遍 晓晴 你怎么回国的 怎么不说一声 给你一个惊喜 你不喜欢吗 我 你是斐然新的代言员吧 你好 在下诗花花 海外这个季度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呢 不 不 不 周志斐 你一见我 你就跟我聊工作 你怎么越来越无聊了 换个话题 好 那 我们结婚吧 拒绝 你怎么又拒绝我 谈恋爱了 没有 那你说你单身二十六年 你想什么呢 我现在只有工作 没有身权的打算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心如此优秀 天造地设的一对 剩下来的孩子 你是最可爱 最棒的孩子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好 请问现在得在哪儿 稍等一下 我们要再聊一会儿 好的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不是喜欢吃什么 肉 我喜欢吃肉 这家M9和牛非常棒 我觉得牛肉可以尝一下 M9和牛 M9和牛 怎么了 没事 吃牛肉好 装力 您好 帮我拿一块上等的 剃骨牛排 五分熟 把牛放回去 还可以活蹦乱跳那种 然后再帮我 加一份三味一沙拉 再要一篮松露玉米面包 加蜂蜜 你去饿了很久了是吧 我是看到你 我才觉得太饿了 这 这 太贵了吧 季小姐 要不你们俩我一吃吧 我先回去了 花花 怎么那么可爱呀 这段肯定老周买单 你随便点 是不是老周 随便点 那也不行 我欠周总的 已经够多了 不行 不行 你随便点 不收你钱 不行 要不你从我工资里扣吧 说过你怎么中据啊 我都说了随便点了 师傅说过 知识不饮道权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小梦 要一份配菜沙拉吧 谢谢 那你想配在什么菜旁边 配 水旁边 你们这里水不收费吧 不收费 那就好 那就好 给我一份 奶映蘑菇汤 再有一份和牛 谢谢 好的 稍等 所以季小姐和周总 家是市交 而且你还算是她的上司喽 可以这么着说吧 是吧 嗯 想不到季小姐这么年轻 就这么厉害 佩服 花花 你在公司是干什么职业的 我目前也就是打打杂 负责她的身体 负责她的身体 你不要看她好像白白净净的 其实她虚得很 一运弄就约 体力也差 说话你会说什么呢 你还不承认 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的话 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夸掉的 还你说的做才会夸掉 等等 所以这个工作是你自己安排的 我也是受周爷爷之托 周爷爷 周爷爷和我师父呢 是生死之交 说来话长了 总之 周爷爷带我很好 不但给我工作 还对我十分关心